我一个年轻人 中国的科学已经不得了了 这完全不是此时啊 差远了 我们是这个行里面的人啊 但是比过去是够多了 但是中国的现在的科学已经超过了美国了 或者是赶上了美国 差远了 差远了 举一个简单的例子 你到医院去看病 你所用的那些设备 那全部就昨天早上 晚上还有一个大夫说 95%的全是国外的 而且那些设备用的 全是物理学的基本原理 那些检查的手段 那些检查的手段 全是物理的手段 那么我们问了 我们中国人的物理学家有贡献吗 零 那些仪器的话呢 最大部分都是进口的 95%以上 那个谁在那讲啊 这件事情 所有的设备 大设备 全是进口的 包括我们这个助听器 对不起 也是国外的 那我耳朵带了一个助听器 里面这么一个东西 就有一个小芯片 有一个小小的 然后有个传感器 然后又放大 就这么个东西 全世界就是四家公司莫端 没事 现在更难进 为什么 因为它有个专利控制 你更进不去 这个助听器 我这个助听器 是单卖的 你知道多少钱一个 五万块钱一个 它这一套就十万块钱 两个十万块 这就叫做高科技 说明什么问题 用的原理全是物理 全是物理学 可是中国物理学 在这些上面 一点贡献都没有 我们培养了一大批老师 这是事实 也送出去了一大批优秀的学生 慢慢地开始有人成长 至少这些东西 我们可以接手 可以管着 以前连管都管不了 创造全是国外 这个就全是一块 就是这个原创性全是